上期节目说到时代少年团 五年来践行台风计划的最初的阶段 台风四子到台风完颜团 本期继续来聊聊18楼这些年的血雨兴风 欢迎各位上楼 2017年的夏天 参加过美少年学社 以及出演过快乐星球舞的小朋友 马佳琪加入TF家族 影视部的李天泽 游泳运动员陈喜达 以及视讯生中脱颜而出的刘耀文小朋友 也出现在大众视野 除此之外 消失很久的陈思绪小朋友也正式回归 自此形成了由丁程鑫 马佳琪 敖子义 张真元 陈喜达 陈思绪 宋亚轩 李天泽 贺俊玲 刘耀文组成的台风十子 台风十子的故事很多也很温暖 这段时期应该也是这群小朋友们 最快乐最可爱的一段时光 时代风俊在此时对二屯的运营 也慢慢走上了正轨 不说有多好 但至少做到了每月一次的主题舞台 在当时质量也是不错的 星期五练习生中 更是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表演 How are you今天 你想念着每天 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 多希望你在一起 不管今天 我想问这些爱神 如何要求 我爱着她的平衡 才不如她们的活 我想问这些可爱人 永远新的爱情 他们还一起出演了 时代风俊的自治儿童剧第二人生 在剧中小朋友们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起西装 打上领带 有模有样地演起了娱乐圈的故事 马家锡饰演的简大经纪人 在这一时期收获了不少粉丝 金陈欣饰演的大明星陈宇清 敖紫义饰演的特保公司总裁敖三 以及宋亚轩饰演的著名歌手宋璇 刘洋文饰演的新闻演员达夏等等 小朋友演绎的各个角色都非常深入人心 同时属于台风石子的歌 超人单身日记也正式问世 并在2017年底的快乐大北云中演唱 除此之外 他们还一起参加了我要上春晚 总之台风石子时期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可爱 也是让粉丝只能当妈的一段时期 这段时期人气比较高的应该是 丁程鑫 马家锡和敖紫义 他们组成的星期一大三角 至今也是很多18楼粉丝的回忆 时代风俊这段时期的运营和策划也都还不错 自制短剧 自制综艺的曝光 让二代列席声在小圈层内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而这群小朋友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成殿后 也越来越优秀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没有足够出现的音乐作品 毕竟偶像的打造不仅需要外环的建设 内环也很重要 音乐作品更是偶像团体的核心之一 十子时期只有一首超人诞生日记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出道 在内环的建设中还在一点点推进 更完美 心脏充满不鲜亮的明媚 看我把阴脉击醉 我没有天手无敌的梦里 但却又最难寻的游 2018年3月 宋文嘉加入TF家族 自此台风十一子正式集结 他们一起拍摄了自制剧《念念》 那首叫做《宁我的》的主题曲 也成为了实体的回忆 在18年5月份的时候 星期五练习声播出了最后一期 熬子一小朋友没有个人舞台 台风十一子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 2018年7月 姚锦园 孤胜科两位新练习生 和台风十一子一起参加北京集训 然而北京集训也没有持续太久 7月19日 几位练习生突然被连夜送回家 只留下了丁程鑫 马嘉琪 宋阿轩 刘耀文 姚锦园五人 没有熬子一登上微博热搜 此次事件也被称为719事件 台风十一子应该是自此正式结束了 719事件是很多18楼粉丝的一难评之一 18楼有很多一难评 但至今我觉得有些让人难过的 还是熬子一小朋友 作为天府家族元老级的练习生 人气实力都很不错 虽然跟团出道或许不是唯一和最好的选择 但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小伙伴 走散了 外人看来还是有些难过的 当然熬子一和时代少年团 也在刚刚过去的星光大赏上顶分相见了 不管怎样 小鹅同学现在也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说回李飞为什么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据说当时时代风俊 本来是准备推出一档出道综艺的 并且你另由洪涛安栋等国内著名音乐节目人参与 然而由于政策原因和对未成年出道综艺的限制 这档节目最后夭折了 李飞在此情况下做出了出道人选的抉择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我要对你深深的举功 以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这个少年曾经做不破 是没有我梦中的谁的错 2018年10月7日 台风少年团正式出道 成员有丁晨鑫 马嘉琪 宋亚轩 刘耀文和姚景元 台风少年团成团后 他们的资源和曝光量也还算不错 登上了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央视元旦晚会 春晚舞台等等 对于一个刚出道的团体来说 这是非常亮眼的成绩了 除此之外 他们的第一个团宗 台风少年型也在芒果TV播出 台风少年型被粉丝亲切的称为养猪团宗 五个小朋友被扔到了山里 开始了一段每天吃面的生活 然而不到一年的光景 台风少年团又宣布解散 台风少年团 即日起 解散 重组 丁晨鑫 马家琪 宋阿轩 刘耀文被打回练习生身份 姚景元则转港到影视部 应该是难过吧 我没有心情 难过的地方就在于 重组肯定是因为这个团不好 才会重组 可能没有带领好这个团吧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 然后会觉得每个人都是在路上碰到的 不管是朋友啊还是旅客啊 就是反正是这样子的一样的感觉 但是最后留在你身边那些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为这些朋友是我可以自己真心选择的 很崩溃 好不容易出道了 然后现在解散了 我觉得吧 这种不温不火的感觉 就在这种感觉里 就不上不下的嘛 就一直中等的话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这么下去 要不然就不做 要不然就做最好 这里简单探讨一下为什么李飞放弃了这个 首先是定位不够鲜明 TF二代团未出圈前的粉丝 很多都是原先粉TF voice的 因为粉师兄而关注到了TF家族其他的小锅盖 而台风少年团的分隔和师兄相差无几 其实在自己粉丝圈前是可以的 但市场上如果出现两个相似的团 很难让大众产生新的记忆标签 也就造成了台风少年团 出道后只能圈地自门 第二个是市场竞争激烈 台风少年团出道的这一年 中国偶像市场突然进入了偶像热潮的阶段 偶像练习生等综艺节目 似乎让中国偶像市场发现了新大陆 一个个偶像团体分支塌来 台风少年团选择这个时候出道 确实有一点点惨 出道一年 台风少年团都始终空用于粉丝圈层内 没有真正意义走向大众 不过没关系 不重要 如今我们已经横空出世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把粉丝放在了对立面 719事件上了很多18楼老粉的心 不管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 讲诚信偶像和其他偶像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粉丝从头到尾的参与 粉丝见证小偶像的一路成长 这种陪你长大的羁绊感是无法短时间内割舍的 那个词叫什么 叫 羁绊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用这个词 实在风俊在719事件中自作主张 让几位我们一路看着长大的小孩没能出道 这是粉丝们没法接受的 另一方面 养成系小偶像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需要粉丝帮助突破圈层 带动大众关注的 粉丝的选择应该成为养成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养成系粉丝的粘性很高 大家的使命就是陪你长大送你出道 好啦本期节目就先讲到 台风少年团的解散 我知道现在来说 台风少年团的失败略显无力 但也是想证明 时代少年团成团路上的不容易 这几年二代团就经历了很多次的人缘变动 正如苏阿轩小朋友所说的少年不独行 这一口号以后可能都不敢轻易去喊了 因为我们台风少年团一开始 就说五个人相伴痛心 不离不弃 然后接着就说到 台风少年团要解散重组 我感觉 嗯 就 不好意思再提到这个少年不独行 小朋友们都是重感情的 一群十几岁的小孩 有的才小学毕业 就被迫经历一次次离别 被迫在离别中成长 而丁晨鑫更是从四字开始 一路见证了二团成团路上的每个瞬间 阿玛哥也从刚进家族时的可爱单程中 多了一份小小的成熟 每一个小孩似乎都在悄悄长大 悄悄变成更好的小偶像 在刚刚播出的《我就是演员》第二期中 马杰茨的表演得到了张子怡等众多导师的称赞 更是引发了大家对流量偶像的探讨 大家对流量偶像的质疑无非就是质疑其昙花一现的热度 如果偶像本人能拿实力证明自己 任何人都无话可说 不管是演员请就位里的丁晨鑫 还是我就是演员里的马家琪 时代少年团的小偶像都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未来还会有其他成员被大众认可 他们会越来越赋予时代少年团更多的可能性 其实养成性偶像和流量偶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TF2代团是很典型的养成性的范本 所有的磨难都经历过 所有的好的坏的都在默默承受着 而这一切是很多人的流量造星不曾经历过的 虽然时代风俊在过去有很多不尽人意的操作 但我们也知道养成性偶像培养的周期长 投资大意外因素也很多 需要公司踏踏实实的去做事 认认真真的养孩子 这也是目前内于大多数公司都无法做到的 国内偶像行业是需要时代风俊这样的先行者去开拓道路的 小朋友也已经在努力向前奔跑了 我们也需要对这些小偶像们充满庆心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欢迎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